超級美 超級漂亮 而且開個喝茶 而且還沒喝茶 欸 喝醬了 喝醬了 喔 也是喔 我已經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 喔 好特別喔 哇 這超級美喔 往那邊走 歡迎各位 我們現在又來到田尾了 田尾傳說中有那個淵尾花田耶娃娃 你說是吧 就讓我帶著你去看吧 我們剛剛在那邊繞了好久 我們終於找到這個地方了 大家看看就在眼前喔 我們繼續前進 喔 你看一下這邊的 淵尾花田 好 我們直接將進去好不好 就在這邊了 那我們賞花區主要是前面跟後面那一區 這兩區 我們後面現在有一個 昨天剛開始的淵尾花的畫展 平房的部分沒有開放參觀 然後如果需要廁所的話 那邊同專屋有一個廁所可以做使用 兩位 小心參觀喔 好 謝謝 好 能不能聽到要小心 對啊 因為他剛剛採了採草莓 他賞花其實是4月1號到5月15 還有香香甜甜的 這邊就是傳說真的淵尾花海啊 很多族人對不對 達超級多的 是一個不錯完美拍照景點耶 對啊 來下一個這邊 1 2 3 哇 誰好可愛喔 搭人陪同啊 搭人陪同啊 哇 這邊是那個淵尾花祕境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淵尾花田 這裡是田尾 如果說你要拍出有漸層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站在花跟花的中央 這樣的話就可以拍出漸層的感覺喔 哇 這好可愛喔 看不出來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耶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馬上留言跟我講好不好 它就是呈現那個 棕色狀的一個感覺的物品 哇 好神奇喔 哇 超美的耶 感覺是一個非常悠哉的人類 人類 你看 一望無際 直接望向整個 哇塞 我是阿福 阿福 你好 你好 聽說你在這邊那個打工錄影這樣 沒錯沒錯 喔好酷喔 打工換術 打工換術 阿你怎麼會想要來這邊打工換術呢 我是從事藝術相關的 藝術相關 這邊有一個倒影的 然後這邊 現在這個小哥帶我們去 前所未有的地方 那個王美都在這裡這樣子 這樣子嗎 對對對 要像他這樣子喔 他說王美都這樣蹲 然後這樣就可以看到 感覺被花海 被花海包圍的感覺 哇哦 有小哥在這邊帶領我們就很好拍了 好 我們繼續給他拍起來 真的好酷喔 你看這邊滿滿的花海 底下已經長陽在花海裡面了 他說這一條就是傳說中的 完美打卡景點 好 OK 立馬走過去幫你拍一張 哇 欸 完美你好 哇 這邊就是滿滿的 冤毀花海的一個秘境 然後你可以好像就是 置身在冤毀花裡面 大步前進 這邊現場就一個那麼熱情的夥伴 他叫阿福 對 阿福還特別替我們準備了這個 傳說中的草帽 之後就可以待在頭上 哇塞 斗粒 欸 這斗粒也太大了吧 對 巨型斗粒 我們把它抖起來 有種非常歡樂的感覺 有斗粒好像就被 拍不太動後面了 對 你這個根本沒有茶 你在那邊喝茶 你不要假裝喝茶 喔 也是喔 這邊的畫面更不錯耶 中間其實也是很好拍外面 這個照的地方 而且這個時候陽光熊熊 哇 好有感覺喔 陽光怎麼會熊熊 它也是那種 就是可以拍倒影的區域 好神奇喔 你要即將在這邊拍倒影 欸 從這邊就有這個倒影的畫面可以拍耶 哇 這邊直接就看到整個倒影耶 有找這些花才會開得更冒充 然後開始在幫旁邊的朋友一起拍照 對對對 就是這種溫馨的感覺 欸 太棒了 太棒了 這邊也越來越專業了 可以幫大家再拍照這樣 從這邊這樣拍過來也蠻不錯的 滿滿的都是冤毀花海 哇賽 彷彿彿像在冤毀花海底下 哇 這邊真的是一個非常適合大家 來慢慢拍照 享受氛圍的一個好地方 你看這邊還有狗狗這樣子 墜碟花 墜碟花 墜碟花這樣已經開始比較乾淨了 這在誰玩 跟卜瓦玩 卜瓦 它為什麼叫卜瓦 不知道耶 卜瓦 卜瓦你好 卜瓦 看這裡 欸不要 不想理你 我要在皮旁喔 這邊沒有的時候真的好舒服喔 對啊 其實你注意看你會發現到 其實裡面有好幾朵 那個鴦尾花 其實是超級美超級漂亮的 而且開得很水 沿著這個夕陽溪下 它那個花 看起來就是這麼的晶瑩剔透 這一段就是 超級美的鴦尾花海的那種感覺 不要看 briefly 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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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哥 你好 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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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他有個專拍耶 對我有個專拍的 他應該不是只有玩自媒 這邊他是那個小商店的感覺 對啊 對 這是他們在做耶 剛剛採的草莓 都是我自己種的 好酷喔 你自己種的 在後面有那個草莓店 來這邊的話就來捧彩一下 我們小農的精美的東西 沒有洗過 但你要直接吃也可以 我有時候也會直接吃 都是北包客 好酷喔 所以這是自己種的 對 就是有機沒有灑藥沒有 絲肥也沒有燥 完全佛心 有大有小耶 這是很正常的吧 哈哈哈哈 哪個花不是有大有小 好啊 這小的也好可愛喔 這超迷你的耶 對啊 這是中哥的精華 他會一直到5月15號 到5月15號 不一定 沒有如果5月的天氣比較熱的話 他就不太會開花 然後花季就會提前結束 那我們蠻幸運的 所以現在來探視其實是蠻剛好的 歡迎大家來賞花 歡迎大家來吃草莓 來找他們 哈哈哈哈 那個大哥回來撕幾年 11年 所以就是說這個幼兒花海 其實11年前就 開始培育了 對 哦 了解 所以到現在才有這樣的規模 學起來幹嘛 我們沒有地 哈哈哈 我剛剛說那個草莓能不能吃 對那個草莓它帶有一點土味 它是有機的 其實是可以吃 只是說它會有土啊 你還是要去沖洗一下 耶 好玩的時光總是過得如此快 我們今天要再去下一個地方了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薯葵花 好 OK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 訂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哦 草莓在跳 草莓在跳 歡迎來圓圓花天丸 然後背著背包就輸走 基本來說這邊也是個那個背包的住宿的地方 就在後面 所以這邊有很多朋友就是會來這邊 背包客幾天 然後就來這邊住哦 很可愛 這邊超可愛的耶 對啊 圓滾滾的屋子 圓滾滾的屋子 小木屋 包客住的地方哦 其實很古色古香啊 我覺得超級棒的 野吹造型的地方哦 看起來好好玩哦 停車大概只能停這邊兩旁啊 但是基本來說好像比較不好停車 謝謝掰掰 掰掰 是不是 不是 這邊活動中心可以停車 很方便 你看這個就是活動現場 哇 就是這邊有這個草莓花田 這邊慢慢彎過去 整個就是草莓花田 超級酷的哦 歡迎來到 草莓花海現場 今年的草莓花一樣的高大 哦 好棒的地方是今天沒下雨 以前我們來看草莓花的時候都在下雨 每一次都下雨 對啊 今天沒有下雨 整個走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自在有沒有 對啊 那我們今天就來草莓花給它走起來 現在時間是下午五點的時間 其實大家已經要準備收工了 對 但是大家看花的熱情卻不減啦 我往後看 哦呦 滿滿的全部都是耶 我覺得它今天整個花區又變得更大了 對 一年比一年還大 好神奇哦 我們已經隔了 嗯 一兩年沒來看了吧 真的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草莓花吧 好走我們去看看 草莓花耶 哎呦 滿滿的一直蔓延到上面 真的超級酷 哎我要直接走進去了 兩大風車 哦呦 這可以哦 每個風車這樣過去又是一個滿滿不同的世界 哇塞 哇你怎麼那麼美啊 等一下 是薯葵花的 對 它其實這個範圍現在變很大 所以我們有點走在那種薯葵花的一個 迷宮 迷宮裡面 對 薯葵花迷宮海 你看 我們現在就這樣慢慢走 走過來以後 你看往這邊看 哇 側邊直接 薯葵花機的現場 哇 超級漂亮 然後我們換這個方向 換這個方向 整個後面都是薯葵花 我已經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 哦 好特別哦 哇 這超級美的 可以哦 這已經變成園林的特殊了 對啊 想到園林就會想到 薯葵花 還有素食 素食 對對對 哇你看這個薯葵花跟你一樣高耶 這還有比我更高的 比你更高的 真的耶 哇 滿滿的耶 這個走 其實走一圈也走不完 走不完 對啊 而且它外面還有很多賣食物的 賣美食的 所以真的可以玩散一整天哦 對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它 顏色超級多 所以 來到這邊的話 你會覺得很豐富 這邊整個都可以做 超級棒的 真的就是要讓大家在薯葵花 它裡面好好地上購一點點 對 既然西夏看著 薯葵花發呆中 感覺很棒 呵呵 薯葵花海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高度夠 對 對 它高度夠 而且又開始很茂密 所以基本來說 它隨便拍都超級漂亮的啦 對啊 所以你跟花很近的拍 對啊 而且你都不用彎腰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找那種角落的地方拍照 對 而且既然說 它這個 它這個花海鎮 你就可以在裡面 玩散好幾圈哦 呵呵 扔很多 也不用擔心 對 因為你不會跟大家撞到 薯葵花顏色我也蠻喜歡的 它是什麼顏色啊 桃紅 桃紅色的 對 其實我覺得 薯葵花海啊 你可以拍這種層次感的 這種Y字型的有沒有 其實你靠近這個 這邊就很清楚 這樣整個開過來 超級美的哦 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 滿滿的都是薯葵花海 你跟不上 有空派機 有空派機 沒帶 沒帶就只能這樣帶著走啦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蠻壯觀的 而且我覺得薯葵花一年比一年高耶 對啊 一年比一年高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剛認識它的時候 它跟我們差不多高 現在已經高出我兩顆頭 欸 十顆頭了 我覺得超級誇張的 而且你看大概這個時間 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你就可以靠這邊 有夕陽 超級美的 超美的夕陽 美不勝收啊 這 我想這就是愛吧 趕快給它拍起來 記錄起來 哇 這美不勝收耶 每個顏色都很漂亮 對啊 超級棒的 歡迎大家來圓林 來圓林就一定要來看薯葵花 薯葵花季節在什麼時候呢 4月期間限定的薯葵花 然後我會寫在這裡 然後會很歡迎大家來彰化 兩天一日遊 好好的看 彰化的花 因為呢 在彰化這邊的話 除了圓林有薯葵花 甜蚊 還有各種各種的花 這個顏色的 除了可以花 粉 粉色粉色超漂亮的 就是超級粉色的 超級粉色的 你看它還有這種 有點橘粉色 我覺得橘粉色我也蠻喜歡的 每個顏色都還蠻美的 哦 尤其是我要穿白色穿搓在這個 薯葵花海間更是不錯 嗨 歡迎大家來 歡迎大家來玩 歡迎大家來玩 薯葵花海 讚喔 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路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還是要維護一下 花的秩序喔 這邊的垃圾可以丟 對 好 這邊都關了 今天七點到六點喔 大概五點的時候人就少很多 所以我還蠻推薦五點的時候來一下 它是屬於井葵科 又迷一丈行